不论是乡村风景或是可爱的猫咪 都能吸引人细细品味 感受创作者所表达的情感 擅长粉彩 油画及压克力画的常夏老师 在评诺市开设美术教室 教课之余喜欢创作 近期特别精选25幅作品 在蒲缠人文空间展出 我展出25张图 那就是以粉彩 还有压克力 油画 三种 美彩 然后表现三种 就是以大自然 大自然 然后我们南台湾特有的风景 香蕉园 刀铁 然后我们常见的菜园 那还有我们墾丁的风景 然后还有我们东港的渔船 那第二种就是以进屋为主 那进屋的话就是比如说餐厅 透过光影呈现出来的效果 那我喜欢用粉彩来表现 那还有第三种就是 以动物为主 不论是写实或卡通式的技法 常下都用于尝试 用笔触来描写大自然的生生不息 以情感来呈现动物的神韵 除了画作 它也展出不少立体作品 希望民众能在舒缓的参观节奏中 充分感受到艺术作品的感染力 希望大家可以用很就是像在家的感觉 那可以一边来这边吃素食餐 那或是泡个茶 然后一边可以欣赏这边的艺术作品 就是很像在家的感觉 我希望说我们屏东的艺文可以更丰富 然后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然后透过蒲蝉人文空间这个地方 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的艺术 目前除了长下的作品 蒲蝉人文空间也展出张耀斌的抽象画创作 以及陈颖轩的立体纸雕刁创作 战期至8月13日 邀请民众带着轻松的心情 一同来感受艺术的美好 评论新闻张如荫刘建荣采访报道